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欢迎来到恩典美乐成修 我是神赵会恩典堂社区施工的向阳牧师 很高兴可以与你在空中一起成修 今天是我们40天祷告之旅的第15天 今天的成修主题是 内战 经文出自《离心理记》第5章1到13节 我主要分享的经节是第9第10节 第9节我又说 你们所行的不善 你们的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 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会罢我们 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迎钱粮食借给百姓 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 我们在看到这个经文里面讲到就是在重建城墙的期间 他们内部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他们都以营私取缔的不正当行为 产生的内部矛盾在感情上形成分裂 离心里先为领袖 以身作者让那些隐私取缔的人自觉惭愧 他们要取掉百姓之间的内战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里 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些生活上的需要去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 也没有内战 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有一个爱百姓的政府 现在邀请大家为三个祷告事项一起来祷告 第一个是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一个足够的资源国家里面生活 第二求神供应给那些贫穷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 过每一天的生活 第三求神让我国各国不同种族 可以和平和睦和好的相处彼此帮助 现在我请大家一起开身的为了这个国家祷告 我们有30秒的时间 我们一起开身祷告 各位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一直随着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为着可以在新加坡这个美好的国家生活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担忧 因为神的爱 每天都供应给我们 也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爱百姓的政府 让他们继续做出符合神心意的政策 我们也为了那些贫穷的国家祷告 他们每天都面对生活上所需要的挑战 我们现在祷告神吃下麻辣给他们 供应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 让他们有机会感受到神的爱 也可以认识耶稣是他们的主 我们也祷告有更多的国家 也有更多有能力的人 可以帮助这些需要的家庭 当日的政府也有智慧的一定有效的政策 带领国家有很好的发展 同时帮助这些国家的贫穷家庭可以脱贫和自力更新 最后我为了我们国家来祷告 我们国家是由多元种族组成的一个国家 感谢神让我们过去的日子里面 大家都和平相处 我们继续向神祷告 祷告神祢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习惯 环境下彼此体谅 如果我们在之间有任何人 发生了任何的冲突 求神能你的爱来化解大家心中里面的路火 让大家可以彼此的和解和睦和气的相处 求神帮助我们拼起种族的歧视偏见 让我们可以用祢给我们的爱 不分种族 不分信仰 与不同的种族的同胞一起生活 并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我们的政府继续以爱百姓的心来管理这个国家 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符合神里心意的 谢谢主你的恩典赞美主 如初祷告来奉主耶稣基督得顺名 Amen 谢谢你参加今天的恩典每日成修 希望你也下载今天的爱新加坡40天祷告的资料 和小组或者家人一起继续为新加坡祷告 主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